各位市民 我们公屋联会今天联同班的街坊朋友 是来到我们房署总部这里 我们就着这个在2016年底 闯处这样通过修订的公屋库户政策 是表示是非常之不满意的 这个公屋库户新政策一推出来之后 其实已经衍生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包括有很多我们看到的除名 年轻人就取消了他的户籍 令到老有所依 即是老少一起住的大远景 就已经开始被破灭了 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我们亦都看到有些人 是出现在这个单轨制之后 就是我们讲的资产和收入的单轨制 出现了之后 他们亦都将一些的资产 出现一些的变卖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建议房署 应该要暂缓这个公屋库户新政策 要作全面的公众资讯 让我们的市民住在公屋 都能够真真正正地得以安居 这样才可以令到香港的整体 那个氛围是有一个和谐的景象的 总的来说 我们公屋联会 对这个公屋库户新政策 是表示不赞同 我们是要求房署 是必须要暂缓这个公屋库户新政策 首先在这里都想就住居民 就住可能在未来10月1日 将会推行的新修性库户政策 讲一些居民给我们一些声音 第一样就是说 他们对于现时 新修性库户政策的内容 其实普遍不是那么清楚 而在我们举办那些居民的咨询会的时间 他们大致上有以下几种的情况下 不断向我们作出的罪文 无论是他们拥有的业权 或者他们能不能够 就住在新修性库户政策 过到关 令到他们可以不用被房屋库 要求他们搬来现时的单位 其实他们对于以往的双轨制 变成单轨制 普遍是存有保留 第一样东西 他们现在讲一些的素人家庭 比如以四人家庭为例 他们的入息的资产上限 是达到270多万的药幕 但是他们清楚 如果他们就算是拿着这个钱 他们一旦是要搬来公共单位的话 他们根本没有可能 在其他物业市场 是可以给自己有个居家安劳的情况 第二样东西 他们也是对于这一样东西 他们很反对这个政策 不闯处执行 为什么呢 其实在过往我们的房屋政策 是很希望是就着一个居家安劳 一个整传的有结构性的家庭 即是说两代 甚至是三代的家庭可以共同的相处 在中间是达至一个家庭的和谐 但是在新政策 如果一旦推行 我们听到的话 那我是不是要删除户籍 是不是要我离开我相依为名的父母 多年以来 他对我这么好 如果我一旦照着 我怎样去尽效 这一方面的信息 我们收到很多 而第三样东西 我们更加是听到的 如果一旦 是他们假如是有一些的业权 或者是收到一些的遗产等等 其实他们并不是单独是全部自己拥有 如果他们的份数不能够去处理的话 房屋处现时一些的豁免的条例 或者是就着业权 他们要通过什么的法律程序 有些什么的资产的概放 能够计入那个备售一个评估的机制 他们大部分都不知道 我们对于这一样东西 房屋处其实究竟如果在不咨询底下 他怎样是可以给居民明白一切呢 强烈反对 收紧富户政策 收紧富户政策 抗议防委会 抗议防委会 未经咨询 收紧富户政策 收紧富户政策